你好 你好 我要掰冰馬鐵 好 拿出手機 掃描QR Code 輸入商品金額 就能立刻付款 方便又迅速 到25元 不只是購物 找找水電瓦斯等帳單 沿得透過銀行支付app 掃碼 直接從帳戶扣款 這是一個國際趨勢 就好像新加坡前幾天 香港也在上個月 要推出這個標準 其實我們台灣 在去年9月的時候 就已經推出這個 共通標準的一個QR Code 各種行動支付服務 在台灣陸續上路 其中NFC感應是遭遇快速 但場景限於交通購票 連鎖大型店家 反觀QR Code的應用更全面 不論是生活帳單 網路購物 交通還是實體店家 就連掃新商店也能使用 台灣目前在推QR Code的 這些業者20幾家 每一家的一個規格 都互不相通 所以對一個店家來講 他必須要跟很多個 這種QR Code的店家 要來系統的連結 我們消費者 也要下載一大堆的一個APP 所以若是有一個 共通的QR Code 就可以在任何一個店家 就可以來消費 台灣現行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 已經整合三千五百多種 生活帳單 四大超商在近期 也陸續導入 11月更將與國際 信用卡組織接軌 QR Code共通支付標準 是國際趨勢 更能促進普配金融 三日新聞 靈魂布料金融 台北報導